吉安警分局举办112年下半年守望相助寻守人员常年训练 由寻守中队长也就是吉安乡长游舒贞 率领500多位守望相助寻守人员参训 而这次训练加强新形态的诈骗手法防治 精兵合作防范犯罪以及社区富有安全宣导 不仅增强寻守伙伴自身专业知能 更能及时协助社区民众免受歹徒诈骗或伤害 吉安巡守中队每年进行两次常训 112年下半年常训涵盖了多项重要主题 包括了打击诈骗、警济训练、妇幼安全宣导 及家庭暴力防治等 身为中队长的吉安乡长游舒贞 特别担任主席率领吉安乡有500多位 巡守队员共同参训 警力有限名利无穷 吉安巡守中队14个分队567位弟兄伙伴 在平时守护巷弄邻里 开启交通维安以及适性生活圈的适性幸福以及美好 今天是我们的常训 看到他们牺牲假日运用自己的时间 来完成自己专业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吸取 以及我们在服务的同时要注意跟专业跟我们安全共共 为安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专能训练 我们相信他们的专业自己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付出 可以带给社区最重要的安全守护 这是我们要满满的至上谢意 更希望我们一起共同维护社会的治安 也祝福我们的志工们能够健康平安 更要请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共同守护我们幸福的社区跟乡城 会议当中吉安警分局分局长康建俊也亲自颁发了机优奖状 乡长游淑珍也致政感谢状 肯定各个巡守队员的无私奉献 游淑珍强调守望乡驻队除了夜间巡守守守护民众安全 在社区举办各项活动时也协助交通引导服务 吉安乡的巡守队更是承担起独居老人物资专送道府 失智老人及家暴通报等多项的任务 堪称是超人巡守队 借旅会简相报道